大家好,我是夏布丰老师 那么今天做一期科普节目 那么丰老师科普,医学科普 给你提供最准确,可靠,通俗易懂的医学讯息 今天我想来聊一下 这个所谓的表观遗传学的年龄 或者说表观遗传学的钟表 这个技术 那么我们都知道人有基因 那么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人有实际的年龄 也有看起来的年龄 那么从生物学上有一个所谓的生物年龄 那么一个人可能已经很老了 但是他实际上生物学上很年轻 那么有可能这人很年轻 但已经很老了 这个凤老师只有这个脊柱的问题 是吧 我的脊柱就很老了 感觉最近我这个脊柱问题导致我这个下巴好像有点歪 就歪了有点 这种问题啊 所以呢我们要客观的去测量我们的生物年龄 对吧 那么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表观遗传学 那么什么叫表观遗传学呢 那我们的基因是不变的 对吧 但是呢我们的经的表达是会改变 那么有个过程叫做假计划 假计划 那么假计划在不同的经的上面呢 就会造成很多不同的影响 那么我们的说方式等等呢 都影响到我们的表观遗传学 那么根据我们假计划的一些模式呢 可以计算出一个简单的数目来 这个就是你的表观遗传学的这种钟表啊 叫IP genetic clock 那我更喜欢用IP genetic age 就是表观遗传学的年龄 那么这个年龄呢 比如什么叫它EA 和你的实际年龄呢 叫CA Chronological age 可以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差距呢 就代表了你是不是比大多数人老得慢一些 或者老得快一些 那么这个最早的是哈佛的Howard 它做出来的啊 这个Howard's clock 你可以去做一下搜索 那么后来呢 有这个grim age 什么叫grim age呢 这个grim age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grim 这个前景暗淡呀 叫grim age 说如果你这数月大的话呢 说明你就越老 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 冯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 表观遗传年龄 这个表观遗传的钟表技术 或者是啊 这个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这个冯老师科普的 努力给你提供可靠准确 通俗易懂的 医学和科学信息 拜拜 嗯 嗯